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这次威马的车展展台带来多款新车 比如说我左手边这台威马的EX5Z 包括右手边的EX6的特别版 还有这边EX5钥匙精英特别改装版 其实这是非常本届车展非常网红的一款车了 我们逐一会介绍各自的亮点 尤其是智能网联方面的一些亮点 先从我身边的EX5Z开始 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国家是新能源汽车市场 非常大的一个市场了 销量包括产品包括品牌非常多 我觉得除了国家政策方面的引导以外 各个新势力的造车企业的努力分不开 尤其是头部这几家 你说大家对于威马最近一直大家在讨论 它到底是top几对吧 倒是前几 我觉得其实如果说从EX5单车的销量 以及交付量来说 它绝对是排在前列的头部车企 为什么呢 因为这款车型从2018年9月份开始交付到现在 也仅仅过了两年的时间 这台车已经交付了4万台这么一个数量 基本上越销是在2000到3000台左右 那我觉得这个单车的交付数量 那新制力造车里头EX5应该是排名第一了 那EX5Z呢是今年5月份推出的一个小改款车型 主要是围绕比如说雾灯的位置 比如说前保险杠包括后保险杠 有一些这种运动化包围的一些引入 那其实提到EX5大家并不陌生 我还是想再多聊一下它的外观方面的一个特点 比如说这个发光的这个logo 其实发光logo呢 不算是威马第一个引入 但是带有交互以及信息表达的威马就是第一个 因为它五个光道 它能去告诉你它充电了多少颜色的不同 包括就是是否充电 它也在闪不同的指示灯 我觉得它是能从车外明显的感觉告诉你说 我这辆车的状态是什么 真的是让车呢和人呢有了一个更直接的一个沟通 然后包括这个隐藏式的门把手 那包括你这个车锁的时候 你靠近它会自动弹出 这种迎宾式的功能呢 我觉得也是算是提升了它的豪华感吧 好的那外观我觉得大家很熟悉了 我们话不多说 我们还是坐到车里去了解一下 它往智能化的一些配备吧 好的那现在我坐进了威马EX5Z的车内 先跟大家聊聊整个车内的这种整体的设计风格 相对来说我觉得它不是采用那种非常夸张 非常跳脱的设计风格 是这种非常容易上手 看着非常舒服的这种风格 比较居家 那我觉得车里头最灵动的两个点呢 其实就是全眼睛仪表还有这个中控的大屏 这个是12.3英寸 这个12.8英寸都非常的大 无论是从这种UI的设计 颜色包括它的清晰的这种显示度 都让人觉得比较有科技感 然后呢这块屏呢 我觉得值得说的地方很多啊 首先就是说这个很多的中控屏 它分为很多的这个 一级菜单二级菜单三级菜单 很多功能可能埋得非常的深 比如导航或者是寻找一些兴趣点 那实际上呢 威马这块车机 它把很多最常用的功能 都放在了一级菜单里边 然后呢根据你的这个兴趣来调整 然后你可以直接就触达了你的导航啊 音乐啊车型的信息 很多这种 这个娱乐的这种功能都在里面 那然后呢 我觉得其实借着威马的EX5呢 我想聊聊就是 因为智能化这点啊 那比如说威马有哪些体现智能化的点啊 首先呢 这个导航 那它根据你现在实时的位置 它可以自动的去帮你推荐出来 周边的一些美食的点 包括这个音乐 它可以去根据你之前的这种播放的这种习惯 去帮你推荐一些你喜欢的这种音乐 那这一点呢 我觉得会给人一种比较定制化的一种感觉 包括威马的 其实整个 那你用利用威马的APP就可以去远程的去启动车辆 包括暖风啊 包括制冷啊 很多这些 甚至你在开着威马回家的路上 你可以去利用车机 让家里的智能家居 无论是扫机机器人也好 空调也好 甚至电饭包都提前的进入工作状态 让你的这个本来比较疲惫的这种生活 回到家以后发现 有些这个活已经干好了 其实 还有点啊 就是还有一个点必须要跟大家调教一下 就是 大家刷具用什么软件 是不是腾讯爱奇艺优酷这些 那威马全系都是植入了这个爱奇艺的这个APP 而且呢 这个大屏呢 是可以旋转的 它可以让一个pad一样 等它旋转到位的时候呢 整个车的机舱里头 就变成了独家的家庭影院的感觉 那就是爱奇艺呢 其实里头非常多的电视剧电影 而包括综艺 那这个功能 其实我跟威马的功能是去聊 这个就是基于消费者真实的使用需求 这辆车的快充是 从30%充到8% 大概是30分钟啊 35分钟这么一个区间 那你说这半小时大家干什么呢 可能刷手机你在家都能刷 但是你在车上既然有了这个大屏幕 为这个为何不让它成为一个行走的家庭影院呢 对吧 然后呢 你这个利用充电的时间 你就可以去看上一集这个综艺 或者是一集电视剧 非常的爽 还有一个功能啊 这个也是工程师偷偷告诉我的 分享给大家 大家知道家里如果有孩子的 一般都会控制大家 还控制孩子去看动画片啊 看电视啊 看iPad 毕竟嘛 就是要保护眼睛 那往往有威马的家庭呢 然后呢 孩子跟爸爸出去充电的 几率非常高 这是为什么呢 背后的原因呢 我估计就在这屏幕里头 因为跟爸爸出去 孩子是可以看动画片的 这个有威马的这个妈妈们 可能这个 以后要留意一下这一点了 其实我觉得从我上述说的很多很多点 你去了解一下这个威马的智能化 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特别冷冰冰的一个词汇 特别离自己很远那种遥不可及 它就是在你生活的这种很细节的地方 去帮你 做到了超前一步 让你去领略到了其他车型没有的 然后让你的生活能更加的便捷 节省了你的时间 然后提升了你的 愉快度 大概就是这样 我觉得其实智能化 从来不是一个特别生硬的一个科技词汇 而是一个生活上面的一个关照 包括EX6上面有这个唤醒 就是这个注视 眼神唤醒这么一个功能 你不用去唤醒说 这个威马你好 或者小威你好 你直接看向他 他就知道你要跟他说话了 他就直接进入了这个待命的状态 你直接发布指令对合就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人对人的沟通的时候 这一个很自然的交流 所以我觉得其实真正智能化 就是体现在为消费者真正用车去考虑 解决实际用车烦恼和问题的智能化 才是好的智能化 好的 那前排聊了很多智能化的东西了 那我们EX5的后排给大家体验一下 毕竟是一台居家的电动SUV 到底空间是怎么样的 配置是怎么样的 一起到后排看一下 好了 现在我做到了后排 那其实很多电动的SUV 都有一个通病 就是后排的地板过高 然后因为电池布局 影响了头部空间 但是在威马的EX5Z这款车上 应该没有这样的烦恼 那我身高是1米75 大家可以看见 我其实做的比较直立 那头部基本上还是有 大概一拳三指四指这么一个空间 我觉得头部空间 其实对于很多 这个家庭的消费者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种开阳感 在配合这个全景天窗 然后我留意到了一些细节 比如说在前排座椅的背后 有这种USB的这种充电口 那其实这个充电口 在左侧右侧的这个座椅背后都有 而且全车 我仔细数了一下 一共8个USB充电口 这个就是考虑到 你在家庭出行的时候 或者是朋友一块出行的时候 在车上难免会刷手机 然后去打发时间 那只要电量稍微掉一点 你就会寻找这个充电的地方 那威马EX5Z 确实是给你充分的解决了 你的这个充电的焦虑 基本上后排的空间就是这样了 然后全系标配的全系天窗和电动尾门 对于这么一款15万以内价位的 这么一款电动SUB来说 我觉得算是性价比非常高了 那好的 那关于这款车就是这样 我们去看一下旁边那款改装版 好的 那我身旁这台车呢 就是整个车展话题度非常高的一款车 威马EX5Z钥匙精英特别版 其实这个大家可以看作是基于EX5Z 普通版的一个改装的特别版本 那因为其实大家知道 每一款量产车型在设计 包括最终推上量产的时候 它毕竟在诸多方面的有一些妥协 对吧 为了生产工艺 为了大批量的制造 但是呢像特制版的就不一样了 它可以随行所欲 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这款车型基本上是实现了一部分最初威马的EX5的设计师的一些想法 包括很机甲的这种战斗风格 然后包括它整个非常这个特点鲜明的贯穿式这条灯带 然后这个整个的包围呢显得也是有一点点像这个黑武士一般的这种既视感 然后这个车漆呢也是算是独创的一个这种车漆 整个尾部呢也是虽然没有了排气 但是呢加装了这种非常凶的这种空气的扰流套件 还有轮毂 轮毂呢特制的这种20英寸的大脚 那显得整车呢非常的提气 所以说 根据现场那个威马的工作人员介绍呢 这款车型呢其实在车展的是一个特别版的展示 但是呢他们会收集一些大家的反馈 未来呢真的会推出这种运动套件给大家做选装 甚至会推出一些特装版的车型 推向市场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次威马的展台呢 我们详细的了解了EX5这款车 包括搭载有这个眼神唤醒功能EX6 还有就是我身旁这款特别霸气的改装版本了 我觉得作为威马这种新势力造车的一家企业来说 它的这种打法是非常稳健的 它推出的车型相对来说也是比较清明的这种感觉 所以说如果说大家去购买 比如说15万左右这种纯电SUV的话 威马应该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了 好的这期节目就这样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